近日,据《华盛顿时报》发表文章称,目前中国的军事领域正在全速发展,虽然和美国相比还有差距,但就海军而言,新式先进舰艇的陆续服役和曾经的海上霸主俄罗斯已不相上下。 对此,白宫官员曾经表示,中国海军的快速发展一扫十几年前给予世人的印象,尤其是航母的服役,在这一领域已超越了对手俄罗斯。 美国白宫官员的这一表态,在近日似乎又一次用事实证明了所说的一切。 美国媒体报道,俄罗斯唯一的航母库兹涅佐夫号在前不久受其国防部的命令,被部署在叙利亚附近的地中海海域,近日在其舰载机升空进行训练过程中意外坠海。 距离航母本舰五台里,奉有进一步的消息证实,失势的这架飞机为俄海军的米格29KUBR双座型舰载机。 飞行员成功跳伞,其在为接近航母进行降落过程中发生坠机,事情发生后受多架北约舰机围观。 据称,库兹涅佐夫号航母上目前只有四架米格29KUBR型舰载机。 相较俄罗斯海军,作为库兹涅佐夫号航母的姊妹舰瓦洋格号,也就是中国海军现在的辽宁舰,近日报道了八架歼15战机依次排开,随着辽宁舰出海的画面相当震撼。 并且还有了首次露面的歼15舰载机117号,证明该型舰载机已相当成熟,具备了大批量生产制造并上舰的基础。 中国的辽宁舰和俄罗斯航母库兹涅佐夫号对比,一个老旧班班年久失修,一个意气风发重获新生。 之前俄罗斯库兹涅佐夫号在海上黑烟滚滚的相关画面震惊了全世界,引的网友笑称,引身全靠这个,并且扒出了两者之间燃气锅炉图片对比, 让外界不但震惊也似乎看出了一些什么。 而中国的舰载机歼15虽然源自于苏33,但迄今中国军工之手发扬光大, 其性能、机体结构早已大大超出其前辈苏33多亿。 较之俄罗斯海军的米格29KUBR不但属于轻量级的舰载机,并且型号极其改进久远, 这次发生事故不难理解为机型老旧,还有飞行训练有所弱化。 总体而言,俄海军早已是日暮新山,辉煌不再。